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角色银狼攻略 星穹铁道银狼 击破刘银狼击破狼配对光罪一气浅谈击破刘银狼对队伍的提升实战注意事项 银狼这个角色迎来了第一次复课 不知道过了那么久 阿代代银狼养得怎么样了呢 有没有考虑将手套风的银狼换一种玩法 体验一下阿达击破的感觉 银狼的技能特点和各项处性 都与吉普特弓的打法很搭 这片攻略就详细砍谈击破银狼相关的问题 1.银狼为什么能打击破刘 技能是什么特点和吉普特弓的玩法很搭 我的回答是 给敌人施加额外弱点的机制 能额外增加非量子弱点击破的可能性 其中捷技降防特点击破伤害也能吃到 他的大招还有高额的渲刃效率 击破刘银狼击破弱点后 会给队伍带来高额的伤害和特效的加成 甚至银狼的秘技也能吃到打吉普的收益 所以银狼跟吉普特弓的玩法非常大 第二个问题 量子破盾系数是最低的 为什么要走吉普特弓 直商做负C不行吗 我的回答是 量子吉普的系数怎么会最低呢 吉普的效果不能只看吉普的那一瞬间 也要算上之后让凶残状态里叠加的附加伤害 附加伤害加起来 量子吉普的总伤害系数达到了3.5 是全吉普效果里最高的 而且佩拉和银狼拐降王蛆 也能被吉普伤害吃到 电度良好的吉普套 吉普总伤害是绝对不低的 直商也是可以 当然高梦作的云狼还是推荐直商 吉普是低型火云狼的一个推荐血蛇的方向 而且看来效果很不错的 这里要谈到一个破盾的概念 破盾是游戏中的核心战斗机制 待使用营朗的量子属弦造成破盾时 有造成四个效果 第一个 敌人会行动延迟 具体攻势是20% 乘以低加击破特攻 第二个是打断敌人当下的引导 三个是给予击破瞬间的伤害 第四个是附加量子纠缠状态 量子纠缠状态是什么呢 量子纠缠状态就是敌人会收的更高的伤害 在这个状态下 并且在怪物回合开始时 造成0.6伤害习出的书醒伤害 敌人在纠缠状态 来被攻击一下 那个伤害就会提高一倍 他最早是五下也就是五倍 做个解读 这里要注意的是 影响 上面我说过的这些击破伤害 只跟角色的等级 角色的属性伤害 还有敌人的属性抗性和基布特攻 这四个围毒有关 第三个问题 机克伤害要成型是不是很难 实战中要考虑很多东西 相比手抄更喜欢挂机游戏 会不会影响我挂机游戏的体验呢 这里我回答一下 机破流的上限是很高 但是一旦机破流营狼的成型之后 他在战斗中打出了破盾的效果 而伤害会准于标准的量子炮多数敌背锅 当然这些也有代价 就是攻坚战中你要捏好大招 把关键敌人的破刃效果 可能你会因此影响你自己主J的循环 但是总体来说力是大于弊的 机破营狼是拔高营狼上限的一种玩法 当然机破营狼也不耽误虚认 这家弱点和降防的功能特点 不耽误你使用辅助营狼进行挂机游戏体验的 最后一个问题 有人会说 单纯拔高上限不如普刷量子炮 我是说伤害不如是稳定性不如 翻用不佳 机支的机破营狼培养成本并不低 去培养营狼打所谓的机破特攻 是不是有一点本末倒枝了 我的回答是 的确任何体系和角色的养成 都有一点培养成本在的 但是机破套 日常打周本的时候就会出 可以留意一下有不错的 带有机破特攻属性的小店就留意一下 其实培养成本还好 也不用特意去刷 这里我只是分享一下 教好用和好玩的培养思路给大家 阿爵有单一的游玩路线 也只轻轻铁到游戏的乐趣所在 而且机破营狼我也实战体验过了很长时间 的确是可行的 机破狼的仪器推荐的话 外圈和内圈最好都是 机破特攻相关的仪器 外圈推荐 流星追忌的怪党 怪党的号也就是 躯干 处石条是效果命中 或者暴击率的都可以 效果命中的处石条可以帮助 银狼更稳定的上落点 避免空溢 增加debuff的覆盖率 换命银狼以上可以换成暴击率的躯干 脚步的话肯定是速度 基于银狼上debuff的爵石特点 速度对银狼很重要 最好满足速度大于100-45 可以吃到内圈盗贼炮的特效加成 复石条一锦狼多歪一点速度 本来速度是越高越好 内圈是盗贼公国塔利亚 为面球量子伤害和攻击力都可以 量子伤害和攻击力的处石条 大别不大 复石条哪个更好 其实就可以用哪个 我逼非要追求量子伤害的 人间神呢 最好是基布特攻 因为我们打的是基布狼 基布特攻最好是达到150左右 队友的选择上debuff 当然与银狼最搭的队友还是浮璇啦 浮璇是最适合银狼的队友没有自愈 因为浮璇和银狼是相同属性的角色 可以更方便的比敌人加上自己想要的弱点 在日常攻剑中 浮璇和银狼作为组合 经常一起出现在各个部位 是很灵活的一个组合 还有一个就是佩尼拉 佩拉跟银狼很像 他也是以防御为主的虚无角色 以降防为主的虚无角色 佩拉和银狼的双降防是非常强的 因为降防可以堆叠 高额的降防带来的收益非常普遍的 这里佩拉推剑带光追 决心如汉竹板闪耀 穿戴效果命中的音笔 精灯绳和速度鞋 降防的特殊机制 使得佩拉是银狼很好的队友之一 当然目前的量子战剑也是很适合银狼打击货的配队 就是西尔 银狼 伏玄满命的清血 不只西尔 银狼 伏玄和银狼 当然这个带银狼的这个组合 伤害期望是比较低的 因为生存位比较多 生存加奉劳的话会导致输出不是很足 光追上面的话 阿米银狼推荐抽一个专武 专武会激供额外的异伤效果 大招debuff 尽量在怪物的回合之后释放 最大化debuff的回合处 在专武们银狼可能要注意点一点 最大化专武与汉编满的异伤效果 会给银狼的伤害量带了极大的提升 第二个推荐呢就是之前的活动光追 非常良心的一个活动光追 新手任务开始前 这个佩拉用也好很好用 银狼用也很好的 它可以提供高额的效果停留 还有稳定的回能 是非常强烈的虚物光追 当然如果你这两个光追都没有 也不想抽专武 可以考虑以世界之名 加伤害打出负累血的 法案以碎盐 或者是偏不能为主的 学习武汉外反药 这三个光追是可以的 期待的法案 最后呢我很简单来说一下星魂 银狼的星魂 主要是一星魂 二哈二星魂 这两个星魂是关键星魂 灵魂的银狼其实就是完全体了 一魂上哈哈 提高了银狼的续航 敌人的负面效果越多 给银狼的充能就越多 二星魂呢 会降低敌人的效果抵抗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星魂 它解放了全队的效果平民压力 非常适合道德队 道德队又是持续伤害debub配组配者 比如 方柏西路阿卡不卡 四星魂呢 它提升了大雕的伤害 它的六魂也就是 以负面效果技术点诚 大幅增加自己的伤害 六魂的银狼 就会扎以伏西 甚至 举西 伏西来打 六魂的银狼 其实 量子伤害是很可观的 它可以 就不打击破了 直接以量子的直伤 可能是更好的选 银狼 作为 心有语触的骇客 拥有非常统统的技能的医治 给敌人附加量子弱点 然后动过队伍 和自身激灵讯 最后由银狼 激灵弱点击破 从来达出 银狼的击破伤害 和击破的特效 所以 激破了我银狼的游玩是不 当然 实战中不必要求 每一次激破 都是银狼打错的 只有 最关键的那个敌人 无论 是银狼打错的 就能拔到干斗体验 好啦 这是激破银狼的影片攻略 希望 大家喜欢 记得关注再走 1 2 2 2 3 1 2 2 2 3 2 2